大家好, 歡迎收看游手浩咸頻道 我是大眼, 我是阿西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來看彩虹村 為什麼會帶大家去看彩虹村 這幾年, 彩虹村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打卡景點 大家來這裡打卡, 肯定這裡有些非常特別的景色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看彩虹村漂亮的地方 以我所知, 彩虹村是在60年代落成的 我們不知為什麼當時會稱這條村為彩虹村 但我們猜, 他的意思 可能是跟彩虹給大家的印象有關 因為通常都是落完雨, 雨過才有彩虹 當時的60年代 正值是二次大戰之後 要重建香港社會的時代 所以就預意了, 不好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希望這裡可以讓市民安定的生活 按照你這樣說, 叫彩虹村 我不是要落完雨才可以來打卡嗎 哦, 齒彩虹, 不同皮彩虹 彩虹村這條彩虹呢 不是落完雨才會出現的 我們平時來看, 一樣色彩繽紛 尤其是他的籃球場 現在好像彩虹村這種舊式屋村 就買少見少了 所以很多人 都趁這條村還沒拆的時候 就冒名而來 看一看他這麼色彩繽紛的籃球場 順便在這裡打一個卡, 拍一輯沙龍 其實我們身處這個籃球場 除了我們香港市民之外 我發現很多不同國家的人都會來打卡 除此之外 我也有見過一些韓國團體來這裡拍過MV 所以這裡已經變成旅遊勝地了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不要忘記屋村本身的用途 為了給大家有一個很好的居所 所以在參觀彩虹村的時候 請大家不要騷擾到這裡的居民 蔡龍村之所以能夠揚明海外 亦都跟屋村這種建築有關 因為我們香港屋村的這種房屋 在世界來說是非常之獨特的 因為初時香港政府 建公屋的時候 就不會每一條村都起到一模一樣 就偏向每一條村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所以大廈上面五盲綠色的長身 就對應了彩虹村這個名字 好像彩虹村這一類有幾十年歷史的公共屋村 裡面是有很多懷舊的店 例如一些糧油店、雜貨店、士多 其實這些店舖 有些都是經營了幾十年 在這幾十年的歲月裡面 他們就肩負起這裡村民的生活所需 因為當時那個年代 物資又不是那麼豐盛 買東西又沒有現在那麼方便 但是沒有看他們的店舖小小 他們買的貨品真是包羅萬有 有一些糧油食品、啤酒汽水 甚至乎連鹹鴨蛋都可以賣 我們一路走下去 就會見到很多新舊交替的店 雖然他們外觀上大家都格格不入 但其實他們都是一個目的 就是做生意了 而他們的生意模式真的很特別 就好像這間店舖 阿西逛逛逛進去買飲品 可能做開街坊生意的關係 就是大家彼此之間充滿著信任 所以阿西付錢的時候 老闆就叫他放下錢在桌面 數都不數 阿西放下了就走出門口 但是我沒有給少錢的 我給對的 據我們所知 在彩虹村就是一間上海的理髮店 除了可以剪頭髮之外 還有一個男士的特別服務 沒錯 就是剃鬍 阿西幾天沒有剃鬍 就打算專門來試一下這個服務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服務 究竟有什麼這麼厲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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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他想剃鬍 我臉都剃鬍 你可不可以拍下去 可以拍下去 可以拍下去 聽說這裏有60年歷史 58年 雖然這裏的裝潢看上去 就有點歲月了 但是每一個來這裏洗完頭 剪完頭髮 或者是剃完鬍的人 走到出來都有換言一生的感覺 這裏是 即是一開這條村 一起這條村已經有了 這個是第二代 上一代已經死了 哦 第二代已經經營了 上一代叫 全民主子女 但他滿面都鬍鬍 他留回來給你看 專門留回來 今天看 他應該鬍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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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鬍� 幸好阿西的酥筋都尚算OK 不算太濃密 否則毛巾可能要包整塊臉 這塊熱毛巾敷著有個功用 就是將一些熱力滲透到酥筋那裏 再加上那些剃酥膏 就可以令酥筋比較軟化 剃起來就沒那麼辛苦和舒服 而師傅在剃酥的過程中 拿著剃酥刀每一下都手起刀落 絕對沒有絲毫的誤差 雖然阿西又怕得不懂得說話 但其實我在旁邊看到我也替他怕 不過師傅這麼多年的手藝 並非浪得去明 說這麼快三兩下手勢 已經將這個滿面鬍鬍的阿西 變回了一個小白臉 而在剃酥之後 師傅就拿一盒萬瘦雷敦薄荷膏 來幫阿西塗剃酥的皮膚 讓他不要那麼容易敏感 而且會爽一點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阿西英俊的原因 還送多了面部按摩給他 你看看他按軟 整個精神了 你看看剃酥後有什麼感覺 現在很舒服阿 不會像家裡自己剃一樣會癢 不會不會不會 現在剃完那個萬瘦雷敦涼的感覺 很舒服大家去試試 剛才剃的時候怕不怕的 有一點點怕的 一看到是把刀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可以遷就 但是人家看你就會有一點點怕 我見你最後那一刻 師傅又幫你按下穴位 那一刻很舒服 整個精神了 現在很舒服 現在感覺到很乾爽 其實這些懷舊的剪髮婆 已經非常少有 他們除了一份懷舊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們有一份人情味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過來試一試 我們看完表演之後 就發現有一點點肚餓 沒有多遠就有一間冰室 這間冰室原來在彩虹村 也是很著名的 為自己的大眼看到這間冰室 就很開心 一枝箭地飆進去 他都完全沒想過自己身上 會不會有夠錢買單 當我們坐下之後 大眼的選擇困難症就開始發作了 你看看他多苦惱 還拋頭 他就不是想吃什麼好 他在想有什麼方法 可以吃完餐牌上面的東西 但最後還是想不到 我們身上的經費 是沒有問題的原因 所以我們不只吃了菠蘿油 還叫多了一杯紅豆冰 食物的味道是怎樣 這就不是重點 因為很多街坊 來這裡吃東西 主要是吃他的人情味 最後其實彩虹村的交通都很便利 除了很多巴士線經過彩虹村之外 另外還有港鐵的彩虹站 會值得彩虹村 彩虹站就有別於一般的港鐵站 因為它除了兩邊月桌之外 中間還有一條路軌 聖傳中間的彩虹圍曾經發生過一些靈異事件 本身這個都市傳說 我還沒有辦法去考究它是真還是假 而令彩虹站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雖然好像彩虹村這些舊石屋村 它的建築裙 比起現在新的屋村建築裙 是有特色很多的 但是難免有一天 它會退出歷史的舞台 而我們除了免壞過去之外 就算不遠的將來可能有這一天的發生 我們也不需要太過不開心 因為這道美麗的景象 曾經給過我們有回憶 而這份回憶是刻在我們的內心 所以大家如果想留著這份美好的回憶 可以趁這條村還沒拆之前 過來免壞一下 拍下相片打下卡 將來它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 我們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去記住它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由手好閒的頻道 拜拜